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林 那我下手在位置是位在這個桃園的高鐵站這邊 那製作者今天會來這邊是因為我們要來參加 基地選擇基金會所舉辦的輪子出走 那輪子出走這個活動其實每年都有舉辦 那藉由這個活動可以讓輪子有這個機會 能到外面去玩 探索更多更多新的事物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活動 那麼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到這個桃園的X-PA 以及華太美兵城去遊玩 那其實X-PA與華太美兵城就會在桃園高鐵站的人生隔地 所以說你很方便的你只要到桃園高鐵站下來 往旁邊走就會到達了 其實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後對於論語族的行動上面也都是比較方便的 OK 那我們就帶各位去逛下去吧 在這個華太美兵城二樓的餐廳這邊有一個走道 這邊就有富有無障礙洗手間 所以要上廁所的這邊也很好找 那這邊行動間其實都還不錯 就是這個X-PA的配備也有 然後垃圾桶不是用腳材的可以直接丟 非常的慣 雖然說它的廁所門是用拉的 但是它不會很重 所以還OK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非常長的一個走道 通過這個走道就可以到達這個影城 這個走道其實還超大的一條 所以蠻方便的 好 那我這邊好了 我不要弄 我說一二三次好不好 來 我來一次喔 拍一下齁 口上都記得拿下來喔 好 我們舉辦的活動 尤其就在主辦 然後想說可以帶領商友 從家裡走出戶外 然後讓他們適應就是團體的生活這樣 然後可以不用躲在家裡 可以到戶外看看 我們會不會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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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最終的 除了 總之 我們會不會緊張的 今天是假日的關係啊 對會發現今天人超級多 但是還好他的空間整體上還算大 democracy 原本以來金針 一個人很 は你 李永生 是 這 這 這 是 做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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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帥嗎? 這有帥嗎? 謝謝 我贏了耶,八五公 八五喔? 對啊,那是土嗎? 你贏了耶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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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給你 謝謝 你不一樣的 土都 好,我現在有 好,我現在有 我現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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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女孩好带在那里 好帥哦 其实我们是想要带一些商友 然后跟他的一些家属 还是说他的陪同者一起来 然后体验一下到外面 自己可以购物也好 还是说跟很多的人群接触也好 这是我们唯一想要让商友体验的 其实希望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 不同的经历 让他们在之后的生活 也有不一样的 就是除了原本我可能以为我只能在家 但是我可以因为这次的活动 而有更多的收获 我竟然可以自己去玩 然后带着我的家人 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来其实非常的多 那我决定比如说我们要搭车 比如说我们从高雄 还有嘉义台南这个地区 其实我们要安排的就是高铁的座位 那座位有分四种 那两个是只能在轮椅上 另外一个是要收起来 但是因为位置非常少 所以我们今天分了三个批次 很开心就是能顺利的把车也搭完了 那我们发现到我们第一个阶段的餐厅 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融稀空间 其实不是适合每个商友的 因为有些人的座椅的位置比较高 但我们也是一一的去克服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商友 其实也很开心在吃饭聊天 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过程跟经历 这个是无障碍房 然后他这边 哦可以看一下 哦哦哦哎这个环境很好 而且空间超大 他整个空间都非常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这边是可以让你停放轮椅再移上床 哎不错哎 你看整个空间很大 然后你看我轮椅还可以回转 很棒哎 这个地方 哦哦 没有 然后带各位看一下障碍的厕所 这厕所超级大 看这五厕所超大 而且好漂亮哦 他有专门 这个应该是做的 然后有洗烧椅 然后扶手 然后这个哇应有进的 超赞的 这个饭店好舒服哦 而且他的门是做这种拉门的 哦赞哦 好赞好赞好赞太赞了 呀 朋友们 男朋友的 这个房门不会太重 还要转 可以吗 非常之一 好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厕所 哇!它底下有結 掰掰 不會啊 我可以 小心喔 裡面竟然還有體重計 是要逼死誰 把這個型格放下去 我們體驗了超多容易的 像我们受伤之后做罗姨 很多人都会想说我们行动不必 还可以做什么运动呢 那这次的活动带我们体验了 罗姨羽球 匹克球 还有 冰翻滚球 还有 几件篮球冰湖 等等这些活动 看到很多 第一次参与的商友 他们很踊跃 然后都很敢去尝试 感觉这个 第一次 然后他们都很有 这个热忱 还有甚至有人是现场报名说 下个礼拜就要来参加羽球 真的就是活动的目的啊 就是带着商友走出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板滚球 像我们这种 上到紧随的商友啊 因为我们的手部功能握力不好 很多运动都没办法尝试 那地板滚球呢 我们可以靠 丢球的方式 然后还有明觉团队合作的力量 去跟对手PK 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轮子出走的活动 刚初听到这个活动的初衷 就觉得好有意义 很想来帮忙拍摄 轮子出走的活动 是希望鼓励那些受伤的商友 可以走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玩 让参加的朋友们可以知道 即使受伤了 还是可以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 也能与很多商友认识 交流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 只要人走出去 与人接触 心开放了 自然而然就会让自己 不再一直处于低潮 希望大家看了这部影片 可以持续支持 技术损伤基金会 让更多商友都能走出来 好啦 影片就到这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傅林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